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游教授谈音说乐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好声音2021第五期的节目 这期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前面两个这个PK的朋友 上一期留下来的好像是啊 一个是叫则咒司机 还有一个是叫柯南啊 铁柯南啊 这个名字好记啊 柯南 我们来听一下前面这个歌 这个歌手呢我在前面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就说过啊 他是一个大嗓门的歌手啊是属于是那种女生那种大号嗓子啊 但是呢我感觉他的这个高音啊还是比较紧啊 在这首歌曲里面再一次体现出了这个高音比较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我们再听后面这个啊 你有一个亲爱的姑娘 她和她那个白脸的忧伤 感觉非常好啊 好这个歌手呢我听完以后啊柯南 这两个人PK的话我要选我肯定选这个柯南啊 这毫无疑问啊 因为第一个呢就是从整体上来听 呃这个歌手明显比那个歌手要更成熟一些啊 从演唱上啊 第二个呢这首歌曲我觉得他唱的这个姑娘啊 他的这个弹唱哎 这个风格很适合他的这个嗓子啊就一把吉他啊 其实他唱歌我感觉好像其实还是特别走心的啊 就是这种一把吉他体现出那种民谣啊 但是又有点感觉像偏摇滚的那种挤着唱挤唱的那种感觉啊 其实声音里面还是很有那种抓人的那种那种那种东西的啊 所以说这两个歌手呢我肯定啊我是会选这个铁克南啊 我觉得这个歌手应该后劲也应该还是有的啊 我觉得他的这个声音的张力啊 包括他的处理作品那种就很很能打动人吧啊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一个歌手 好我们再往后听 好下位歌手是叫谭轩媛 对啊 看我终成思念的谁 永无法追悔 这心爱胜过所有好泪 这个歌手很成熟啊 从舞台表演还是演唱上 能再见你的手 好我经常讲我们可以从歌手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啊 他到底有没有底 啊这个歌手一看看眼神是非常有有底的非常有把握非常有自信的一个歌手 那么后面我们已经在节目中看到了啊 这个歌手呢他是之前啊16年参加过好声音的一位老歌手啊 这次他再来参加啊 我们从他的演唱上来听 还是比较成熟的 另外呢这个歌手我在后面听的时候 我发现他有一个特点 他所有的那种后面尾音 尾音的那种小颤音 很有特点 而且呢他的尾音的时候经常会压迫他的这个声带 产生一种那个挤压的那种声音 我找一下我让他听一下啊 好像是在后面那种歌里面 啊这样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什么旁啊 这个响啊 他这有点有点压迫这声带着这个感觉啊 这个声音我学不来啊 我觉得我们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学不出他的那种感觉来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特点啊 在演唱上的一个很有特点很有辨识度的一种唱法 啊我们再听一下 啊 啊 其实就是 这很有特点 这个非常有特点的啊 这个就是他在这个声音的这种处理上啊 对尾音的那种处理上 哎我觉得就在这些歌手里面听下来 哎我觉得他是有独特的特点啊 所以说我觉得一个歌手吗 啊在好声音的舞台上啊好的歌手很多啊 所以我们就要从好的歌手里面啊 找出他们与众不同的特点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台学员的这个特点啊 非常有特色 当然了啊 要达到这种这个声音啊 这样的一种效果 呃我觉得他这个声带的张力 哎声带就拉住以后 哎瞬间他要又又压迫这种声带的这种啊 这样的一个力量 哎他是要有声带能够达到这样的力量 他才能够做得到啊 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啊 我觉得这个是他很有特点的一个地方 那么说到这位歌手呢 我们再简单说两句啊 就是这个歌手大家知道都是16年就已经参加了好声音啊 那个时候好像还叫中国新歌声是吧 那时候改改了名字 他还进入了前三 那第三名季军 那么我刚才呢 在百度百科上我也查了一下啊 他的经纪公司 你看他写着还是上海蔡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那就是等于是 哎目前他依然还是应该还是蔡新的歌手了 他要进入当年他进入前三名的话 那我估计蔡新肯定是要把他签了 否则的话 那他得前三名的资源是有点浪费啊 那肯定我估计是应该还签着他 那么现在如果说他还是根据这个信息来看 他还是蔡新的歌手的话 那么这次他返场再次的二度曝光啊 再回到这好声音舞台上来 其实还是目的就是还是要给他推升人气 啊那就是自家的事情嘛 啊就是好声音本来就是蔡新做的啊 那么大的一个舞台啊 那么多的一个资源的曝光 曝光的这样的一个曝光度啊 这样的一个电视平台啊 黄金时段主流那样主流的一个平台 签约歌手啊 自己家的签约歌手来曝光 哎这其实就是一种推歌手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啊 因为蔡新你看做了那么多年的好声音 其实他也签了好多歌手啊 那么多的歌手啊 有一些你看像坐在这个副导师位置上 那那四位哎有些出来了 但是也有很多签了以后那么多年没有出来的歌手 那没出来怎么办 那总还得再推吗 推出来以后可能他还是有一些商业的一些价值呢 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平台中 啊我感觉好像是不是今年 好的歌手也不多了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原因 那为什么这一期里面出现了 啊好几个反反回来的歌手啊 还有一个叫什么还有一个女孩啊 啊这女孩叫什么名字啊 叫什么鹤啊黄鹤是吧啊 这那女孩啊在第一季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姑娘啊 就是也反想回来了 但是呢啊我觉得那个歌手呢好像那么多年没有太大的进步 啊当年我记得他唱那个Adele那首歌的时候 呃很有力量啊 就是挺挺让人眼前一亮的 但是呢今天唱他是不是原创歌曲可能原因啊 就没有打动我我感觉啊 但是呢我就觉得让这些歌手啊 啊以签约的啊 这些歌手来会再度出现在好声音的舞台上 我感觉可能他就是要要要要给他再次曝光的机会吧 是吧 然后呢凯学员不知道今年是不是还会让他继续再往后走 那我们不知道 呵呵呵 啊因为啊就看这个制作公司啊 这个经纪公司啊就他们想要最后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了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上可下啊想继续走下去就走下去啊想终止就终止啊 因为都是自家的歌手啊啊啊 啊那么说到这两个歌手 你看他谭轩元跟说唱的那个歌手的PK啊 我看啊后面那个啊叫孙朗朗啊孙朗朗啊 其实呢孙朗朗这个歌手其实我觉得在说唱上其实还是也不错的啊 他的现场的这种感觉我觉得特别有气场哈哈 在舞台上呃特别有自信啊 但是呢这两个歌手PK我感觉好像就有一种关公战情穷的那感觉啊 你说怎么比啊一个是说唱啊一个是就是流行的或者是那个谭轩元有点偏摇滚 你说这个完全就不同的那种风格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只能看导师他需要什么了啊 所以说你看有时候用好声音的舞台来评判谁唱的好或不好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啊 因为不同的音乐啊不同的风格 他的标准真的是不一样的啊 但是呢你看啊这个孙朗朗跟后面的有一个熟唱歌手 两个人PK那我就明显感觉我还是喜欢这个孙朗朗啊 我们看一下后面啊 李延熙啊唱了后演讲 对这个也是说唱啊 Rap两个rap歌手在一起PK我觉得这个就有的比了啊 一比反正我是觉得呃那个孙朗朗啊就是应该比他要更成熟一些啊 在这个律动啊节奏啊那些把握上我觉得都更加的到位一些吧啊 这是我的感受啊啊后面呢我也没太仔细看啊就是大概的浏览了一下啊就是印象深的就不多啊可能还有一两位吧我印象不是特别深最后一位唱戏曲的那位姑娘 嗯我觉得离好声音的舞台啊就高标准的舞台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啊那位传媒大学的播音主持的那位啊男歌手啊其实唱的也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呢你说要达到这种很有特点非常高标准的好声音的这种那我觉得可能也还是有点啊有点距离吧后面没仔细看啊 因为平时呢我看好声音都是晚上啊有有时间没事了晚上好好的看看一遍然后呢我们再来说啊然后最近主要是晚上的时间都在看那个扫黑风暴啊所以说就没时间好好的去看好声音了啊所以说我就大概浏览了一下啊前面的看了一下后面大概就浏览了一下啊后面没怎么仔细看所以说呢也就不多说了好吧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大概就聊到这儿啊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大家订阅关注我的频道啊我们下期继续关注 我愿用一生的感情写下去 我愿用这些优 truc啦 感谢观看